跳出去的眉步虽然艱辛 但志工还是坚持带着中风 互助会并有 从附建市来到巴生中路环保站 所以不要以为大家坐在这边 只是玩一点纸张 其实你就是坐在那边教育人 未来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一方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就是教育 让大家看一下这里吸气多多 已经中风而且已经恢复了 好多好多的菩萨 来给他们做一个鼓励 也给他们一个体会尝试 环保站里有志工曾经中风过 病友们现场见证做环保 也是附建的好方法后 终于愿意尝试动手做 我问他 他中风 他说他手好了 那你没有没有觉得有信心 如果来做环保的话 可以 因为参访而起巴 有病友马上相约到各社区环保站来做环保 诺卡拉组虽然无法参与中路环保站的参访 但听到其他病友的分享后 投入环保时却比别人还来得积极 一个星期就已经来了三次 开次简单的资源分类对中风病友来说 虽然很吃力 但每一次愿意动手 就多了一份康复的希望 大约新闻刘海伦带回答 徐福才 马来西亚报导 好 好 谢谢观看